6月7日,据媒体报道,汽车自媒体小牛说车账号被封,封禁原因是违反抖音社区自律公约的相关规定,目前已搜索不到该用户。 小牛说车是一个自媒体账号,持有人为顾宇波,通过密集对汽车品牌、车型甚至用户进行观点输出,被封禁前在抖音平台拥有近540万粉丝,获得5508.3万点赞。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顾宇波曾因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蔚来控股有限公司、蔚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徐州蔚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理由是他全款购买蔚来ES6,但蔚来拒绝交付。 蔚来法务部回应称,鉴于顾宇波对蔚来及用户进行谩骂、污蔑和攻击,蔚来已通知解除汽车购买协议,拒绝向其出售蔚来品牌车辆,并于解约当天退还全部款项支付协议内设计的双倍车辆并进。 2023年11月6日,蔚来法务部发布声明称,蔚来苏抖音账号小牛说车名誉依审宣判,探定顾宇波故意歪曲,依照事实,侵犯蔚来名誉权,要求即在抖音账号小牛说车连续90日刊登致歉声明,同时在探决生效10日内,赔偿蔚来经济损失等,共计人民币60余万元。 关于小牛说车被封禁的具体原因,相关平台并未公布,但结合之前的名誉侵权案和道歉信,不少网友猜测,这可能与该账号多次侵犯车企,名誉权有关。 此外,也有网友指出,小牛说车个人进行汽车碰撞测试并以此博取流量的行为可能存在问题,这或许也是导致封号的一大原因。